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otop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这个其实Emberry呢 就是它是那个Hotworks开发的一个一套东西 它是一个机雄管理系统 那Hotworks呢 提供了这种setbox 就是说一个镜像 然后供大家进行测试学习 那里面呢 分装这个Hadoop 那现在我是将那个包下载下来 然后安装了虚拟机 然后打开启动以后呢 它就会加载这些信息 那我说了之前也说了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就是这样 就是将这个里面进行下载 然后访问这个里面拥拍以后呢 找到这个文件 以Sitebox TP Hadoop 2.3 VM1 就是一个虚拟机的一个AC镜像 然后下载下来 然后双击 然后就会默认的安装到这个虚拟机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启动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启动这个虚拟机安装这些服务 第一次呢可能会慢一点 然后它就会启动各个服务 现在你看到已经启动了一些OKOKOK 比如说这买Circle PostleGrad对吧 DataNote SecondNumberNote ZoCup等等 它都会启动 我们稍微等一下 它就会启动完毕 但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些人可能在安装完启动以后呢 不知道咋办 那一会咋演示一下 那第一次安装可能时间长一点 那现在看到没 我这边的鼠标看不见了 那这个时候有人就慌了 怎么办呢 好不要慌 那你现在点击一下这个黑色的界面以后呢 就进到了一个Linux中 进去以后呢 因为你没有不在Windows 相当于你这个箭头的这个距焦点 不在这个Linux中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按住Shift键加你按住这个Ctrl键 然后加Ilt键 然后这个时候呢 箭头就出来了 就到Windows里面了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好 这会儿又看到我的这个箭头了 对吧 好 那这个地址中呢就会放我所有的软件 还有这个一些代码 你可以去官方去下载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M Barry虚拟机的一个包 但是我现在就是最新的了啊 那如果从国外上下载的话 是非常慢的 最好还是以用盘的方向下载吧 非常快 好 继续等一下 因为这个虚拟机分配的内存不是很大 看一下分配多少内存 嗯 这方也扯一下这个内存的配置 右键 那启动了这个屋子 这地方还有个微响应已经卡了是吧 嗯 嗯 我们等一下 这地方呢 相当于Hotworks的一个广告 你如果修改的话会出问题 他内部呢设置了一下 你看这地方 他会获取一个虚拟机的一个配置 他会获取一个地址 那这地方呢 也是一个虚拟机的一个配置 就说是内存啊 我分配了2.8 还有处理器是两个 嗯 下次的话 我可以调大一点 好 他好像 报错了 因为我这个是之前的IP呢 是 嗯 42.139 我后来现在IP呢是42.100 所以这地方会报错 但是没有关系 等上去以后呢 我们改一下就好了 那这地方你看也启动了这个 嗯 NFS了 还有这个Hive server 还有Hive server 还有2 还有EA 还有NodeManager 对吧 还有熟悉的ResourceManager 这就足以证明它是Hadoop2.x系列了 对吧 那实际上这个2.3系列呢 分装的是Hadoop最新版 2.6版本 那还在启动 我们再等一下 第一次启动呢 是非常慢的 嗯 要过一段时间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这地方还是强调一下 你看我安装好以后呢 我启动的是这个目录下的这个点VMX这个文件啊 大家不要启动错了 大家不要启动错了 因为下载好这个文件以后呢 它会有这个解压的过程 解压的过程那个文件大概有6点多个G 所以时间比较长 我这地方呢 没有将解压的过程录下来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操作 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地方呢 还是在启动 然后开启这个其他服务 只要看到这个各种OK呢 心里就舒服了 为什么推荐M-Barry呢 我刚才也说过它的优势 它是集成了各个组件 比如说后续的一些课程中的一些内容 生态圈它都有 并且支持Spark 还有Storm等组件 还有卡夫卡 那如果后续张杰忠讲解的话呢 都是可以适用这个软件来统一管理 那有兴趣同学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 Colordial Manage 看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国内呢 M-Barry相比用户量呢 是少于这个Colordial Manage Colordial Manage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从开发角度来讲 它们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它还在启动 这地方呢 有一个关闭安全模式 这也是Hotope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原来的Linux关闭一下 它可能占用了资源关机 进一下回车 查看看内存的使用量 我的机器呢 是4核6G内存 明显感觉到它有点卡了 我希望各位同学的电脑 稍微给力一点 就是我的那是4核6G内存 这都显示不出来了 占了4.6个G 看上去还可以 看一下 还是在启动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看到 Unbury它依赖于这种python 对吧 它是2.6版本 它当时我也说了 它是用UnburyServor和Agent 对吧 这地方启动了一个Agent 然后Agent的成功 开启动 达在进程号 输出还有一个log 之后也启动了UnburyServor 用行UnburyServor 然后又启动了Progress Circle Progress Circle 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数据库 在国外非常流行 它类似于MyCircle 但是它的功能上来说更强于MyCircle 好 这会启动了UnburyServor 那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启动 如果你看到 UnburyServor Start Complete Successfully 那这最终就说是启动完成了 好 现在还在启动一个ATD 现在性能来说应该好了很多 看一下 它占了5个G内装 我希望每个人的内装应该在6G左右 不然的话可能会崩溃 这地方已经登录进来了 这地方是一个提示 就是你在登录的时候 使用root Hadoop 跟我们之前账号是一模一样 所以好启动完这个界面以后 之前也说了 它的账号是root 密码是Hadoop 很多人在启动了这几回以后 就不知道怎么不知所措了 点半天 哎呦 怎么进不去 还没启动完 但它其实它没有认证的阅读 这个界面上的一些文字 那只看上面 它没看下面 对吧 它这方警告我们说是 这个地址是失败的 我刚才提示了 我们的IP现在是 12.13100对吧 它这地方是139 说这是一个失败地址 那一会儿可以进行一个测试 那这地方 也刚才说的有问题 我一会儿看下我的IP多少 然后它说是登录虚拟机 你需要按IOS加F5 苹果电脑 使用IOS加F5再加Ctrl是吧 所以我们是用的是windows 如果Mac的话 你就使用Ctrl加IOS加F5 那这地方我前面加的环境变量中 Mac没有讲 因为老师不是用Mac 所以显然我 老师是一个屌丝程序员 对吧 如果使用Mac的同学也是一样的 去下载Mac版的JDK 环境变量在Mac上自己设置 不会的话是用搜索引擎 好 Mac上也是可以装虚拟机的 那是也是一样的 好吧 那IOS加F5 老师现在按下IOS加F5 当然是在鼠标点进去以后 进入另一个环境 IOS加F5再按一次 好 它现在就告诉你 请使用rootHadoop 我输入root 回车 然后让你输入密码 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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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车 好 这个时候 再等一下 看登登录了没有 机器有些慢 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已经成功登录了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我的IP IP config 就是刚才他说的42.139 对吧 我们正在看一下host里面 绑定是多少 139 这地方速度还可以 那我继续时宜 XSL去连接 好 XSL 那刚才我把虚拟关了以后 它就说断开了 对吧 我新建一个 是192.168.42.139 我们备注一下 它是按barry BiggerDate 是吧 我们 选择连接 好 它正在连接 好 然后 保存输入root 确定 然后 收好 dope 保存密码 确定 这个时候 我们就登进来了 这地方 可能有人会出现问题 虽然我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我猜想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就是IP的配置 那你必须 要和你的 虚拟网卡的IP 虚拟网关是一样的 就是我前面说的这地方 是一样的才行 再强调一点 打开这个网卡的配置 或者在这里输入 这个机器确实卡 if configure IP configure 回车 和你虚拟机 连接这个网卡是一致的 看到没 虚拟机有个 VM net 8 然后是40.1 是一个网段才可以 这里是42.139 和他4240.1 看错了 这是应该是这个 VM net 8 42.1 是一个网段 并且这个是 它的网卡三大约 这网卡的地址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虚拟网关 在这看也是一样的 我就不看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info configure 就是这个IP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Hadoop机群 到底这种方式 安装成功没有 Hadoop 什么也不用管 直接Hadoop fs-ils- 这个一句话 就是说是查看 Hadoop 根目录下的文件 对吧 列表 我们看一下内存状况 5.05个G 因为这个集成了 大数据几乎 所有的热门技术 所以Embra比较耗内存 用心速度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比较慢 在实体机上 在实体机上 如果你安装的话 是非常快的 因为我这是虚拟机 然后再加上机器的配置 本身 也不是很好 如果有些同学 这种启动的过程中 发现很慢 或者是根本就启动不了 那可能是你的机器内通不够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已经看到了 就是列表出来了 和之前我们手动去安装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方式是非常方便的 有些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讲这个 让我痛苦去安装手动版 那种开源版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过了 是吧 就是说你如果知道原理了 我再去用这种方式 是非常方便的 好吧 先难后硬 是吧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原理 那你就直接安装上 然后你也以后的环境中 你是很难去删除 好 这地方 他再看一下用户 在对方的模拟用户 他这种尾方物事项 他也是设置了相应的这种 权限 还有用户的管理控制 在之前安装Hadoop的时候 我并没有对这个账号 同意进行设定 我都是以root身份进行安装 在真正的生产环境中 我们是需要各自账号 去分配各对应的权限 这就是Hadoop的用户管理 至于这个权限 大家可以查阅一些文件 那就在这里不多做讲解 我们重担于技术的讲解 好 从这个地方输入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Hadoop的版本 Hadoop 我省 我们看一下Hadoop的版本是多少呢 这个也就是有点慢 可能很多时候感觉忍不了了 是吧 电头一下子降下去了 但是这个速度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不过在我工作机上是很快的 刚才老子说错 它真的是安装最新版本 是2.7.1 是Hadoop最新版本 所以非常好 装的是Hadoop2.3 这个版本 是这地方说的是 Mberry下面的Hotworks 这种 里面这种2.3版本 Hadoop本身是2.7版本 实际上2.7版本 也是走的是2.5 好 Mberry的这种 北极群这种 集成方式已经安装成功了 相比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剩下我们就有了验证 看下 那我 使用Mberry 的环境下 运行WordCount 看一下它机群 是否正常